飛車過天就沒等了 時間也沒等了 擺明了再喬不攏 藍白拖也沒意思 傳出侯友宜下最後通牒 禮拜五沒結論就免談 那柯文哲要上車嗎 登記日逼近不但沒有堆疊善意 還越來越消極 但柯文哲前一天可是在臉書發文 整合即便看似觸交 大家不用擔心 經過幾次會談 我跟朱主席都認同 臺灣必須進行第三波民主革命 更說只要方法公平 符合程序正義 在選票上誰贈誰付都會接受 還沒有到最後這個期限的時候 如果有任何一方展現出 不想再談的這個狀態 勢必會被認為說是破壞團結的一份 以為可以甩掉整合破裂黑鍋 沒想到胡友宜也在臉書發文 迄今進入了政黨協商 柯主席仍然堅持自己的方法 昨天看到柯主席終於表態 願意讓兩黨總統參選人 形成正副手合作 我也忠心的邀請柯主席一同放下自己 柯跟侯對話越來越沒交集 倒是跟郭台銘越來越麻糬 柯文哲的坐車開出 郭台銘信義區的住處 二號中午柯國兩人擠出時間 進行1.5小時的午餐約會 有時候有空會去找郭董 就是問一下這種財經議題 中午是吃素 煮素菜給我吃 柯侯從曖昧到冷卻 要搭上侯友宜口中這台火車嗎 柯文哲看來想等下一班 三立新聞黃成博論均台北新北綜合報導 鼻子 借助 片 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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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